首先第一个是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一个公笔的日热课的课堂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免费的课程 也是对大家就是对三期的公笔班的同学来进行一个摸底 因为我们的公笔班是需要有一定的基础 然后等于像是一个摸底吧 待会也会有作业的 我们上了一节课不会轻轻松松就是说没有作业 也会有作业的 然后FWIP如果想做作业的话也可以的 我们也可以做完之后发给客服宝宝看看也是可以的 但是最后待会会牛到最后去讲作业的一个布置 所以大概的牛程我会欣赏到历代的画呀 然后讲到一个公笔画它里面的有几个大的点子 怎么去欣赏一个画准备什么纸 现在不画 现在不画 这个是课后的作业 课堂不要画 不要跟画 对 其他同学可以把作业发给客服宝宝 你像没有客服宝宝微信的呢 也可以就是关注又画的微信公众号 点击右下角的一个人工客服 材料我也会讲到先不着急 材料也会讲到今天讲的会比较全面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不着急 然后课堂上呢 大家也不要画 根本是眼睛看的 眼花聊聊 哇 好多好看的画面 根本就来不及 要去勾陷画作业 先看 今天会有很多好看的画 好的 那么我也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邱熙 然后担任我们又画的国画写议和公笔的一个讲师 我们有没有老学员 也不是老学员嘛 应该是老学员 老学员就是可能学过我的课程的 可以敲个一 然后三七YP公笔的可以敲个二 然后非YP可能就是没有学过国画的 我们可以敲个三 就是我来认识一下大家 第五月是月月吗 三 三又画 面团是二 二是咱们三七的公笔 一是老学员 哎呀老学员挺多 敲三的也有 一二 一二就是以前学了 现在又在学 一二三 可可爱爱 好的 那么 耳深 耳深也是三三 耳深你可以敲二了 你是咱们三七YP的学员了 虽然以前没有跟我学过写意啊 但是你的彩迁画得极好的 画工笔来画工笔的话会很好的上手 好的 那么我们介绍完之后呢 今天就是 这个PPT很带喜感 就特别的红 为什么这么红了 因为我觉得值得 值得鼓励以及值得表扬的 就是每次公笔课好像会 那个课程一发出去 那个学员就招满了 可能预造 就是预寿 可能预计要招多少人 以前的话是 两期写意 一期工笔 所以会招五十个人 但是这一期呢 有一个课程的改革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有 有同学可能发现 学了工笔 学了写意的同学会发现 这一次是只上了一次写意 然后开了一个工笔班 是因为每一次 就是两次写意画完之后了 再开工笔 都是遇到了冬天 然后冬天的话 我们又知道工笔画 遇到天气不好啊 然后画面又很难干呀 所以在很长的一个 一个过程中的 都是等画面干 所以就比较耗时 我们就把课程 稍作调整 调到了夏天来上课 夏天吹吹空调啊 吃吃西瓜呀 画一画画呀 还挺好的 冬天还熟了 对 所以这个就是做了一个调整 然后本期三期的话 因为做了调整 其实招名 招生的话 只招30个人当时 因为就减了 减了一小半部分嘛 但是现在要报名的 也可以赶紧的加入到 我们的末班车 我们是7月8号正式上课 对所以50个人完完全全是服务的过来的 但是招30个我们是提前很早就招满了 所以公笔课哈一向都是这么的火旺 哈哈 这么的火爆 就要买房子摇号 多少套房 多少万人去挤着去抢 好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课程的改革 就提到了 夏季来上公笔课 可能我上课之前 我会讲一下 有同学会疑惑 先学公笔好一点点呢 还是先学写意好一些 其实 在又画的话呢 我们是建议先学写意再学公笔 但是在外面 你在其他的地方 可能有人会说 哎呀你先画公笔啊 公笔好上手啊 就是效果又好啊 之类的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说 哎呀我我想就是 学公笔的时候 我会我会要一些 就是要有基础的 要么就是学过写意的 要么你是学过其他画科的 有一定经验的 我们待会儿哈 下面也会一一的讲到 你像有同学可能学过素描 那肯定是有帮助的 也不是说西方的绘画和中国的一个绘画 它是毫无联系的 这个也不是 虽然有些知识点哈 它不太一样 但是绘画它始终哈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圈 它都是在这个大圈里面 所以它都会有一些联系性的 都会有一些联系性 那你其他科目 像有的人 他可能素描特别好啊 或者是采迁很好啊 油画很好啊 即使没有学过写意 那你也可以来报公笔画 只是为什么说画了写意啊 或者是写过书法呀 它对线条会更加的肯定一些 我们画公笔画 第一步它就是要讲到一个白描 讲到线条 讲到线条的话 那那一画上去就是 我们这样说的海草海草 就是那个线条哈 它特别的软 特别的无腻 如果哈 虽然虽然那个公笔画 它会上颜色 上了颜色之后呢 它会覆盖住一些线条 就是会以一些美的 遮住一些不好的 但是人家如果放大去看你的作品 再去看那些线 它的那些线条是没有逆度的 那肯定也是不是特别的好吗 就线条还是要做到飘逸的同时呢 也会有一些逆度在 所以这个就是难就难在这一点 用笔要有力 它又跟我们之前拿铅笔啊 拿碳笔啊 都不太一样 它是拿毛笔 拿毛笔就更加难控制一些 然后还是在宣纸上面画画 宣纸它特别的薄 有的宣纸是残液 你像残液的话 那个残的翅膀那么的薄 它就以那个去形容 就很薄很薄的纸 就更加的难一些 但是你要说公笔的话 它其实不是特别的难 你要掌握到了技巧了 也会很容易 但是相对来说难一点点的 就是人物会相对于来说会难一些 那我们接下来也第一个 虽然我们的课程里面没有人物 但是我也给大家涉及到了一点点 所以你可以去鉴赏一下 好的那我们开始啦 开始我就敲个一吧 看大家应该才开始不会咳睡吧 然后有没有吃饭呀 我们就正式进入主题 敲个一 我们就进入主题啦 刚吃完吃了 好的那我们就往下看啦 所以就用的这种红红火火的哈 好 那么公笔画它是属于中国技法类别的一种 公笔画它与写 写一画是一个对称的 可能写一 因为我今天讲的主要是公笔 所以它整个画面会特别的细腻细致 写一的话 它可能会更加的放松一些行笔 所以它他们俩是有一个对比性的 公笔 你看公笔 它是属于工整细致的一类画法 我们有讲到一个谢赫六法 谢赫是一个人名 他在中国画里面 讲到了几个标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气韵生动 古法用笔 应物向行 随类付财 经营未至 传疑磨写 有没有有没有当老师的 有没有当美术老师的 哈哈 当美术老师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 如果要去考考试的时候考理论 你肯定是要看中国美术史的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 如果有有当美术老师的 有肯定会考到这一点 就是里面里面会有这些知识在 那么气韵生动是什么了 就像我们的一幅画 它特别的有脏力 然后画出来的画面呢 是特别的生动 有一个气韵在 这个就是为什么有的画面 一看上去特别的有灵气 有的画面呢 看上去特别的骨板 就特别的板 板是什么 就呆板嘛 刻板嘛 就画的不够生动 所以这个也是它的一个标准 就画面尽量要让它生动一些 还有一个是骨法用笔 骨法用笔 骨是骨头的骨 骨头骨 那就肯定线条是比较结实 比较扎实 所以线条上的话呢 我们的线条 有的线条 它可能偏柔一些 像画柳树枝 它就会特别的飘逸 但是飘逸的同时呢 也不是说线条随风 就飘扬啊 就乱飘啊 它也不是乱飘 它也会有一定的比例 就是那个比的力度 是比例 就是起比重一些啊 收比的时候啊 是一个虚收 就尖尖的 它就它一根线条 即使是很细 它也会有一个轻重的变化 那么应物向行 这个是国画里面的一个 一个点哈 它不会像西方的绘画 就是说啊 画的特别特别的像 就是大致哈 就是形式绳式 就OK 就不用说啊 完全像抄写实 要画的一模一样 像照片一样的 不是这个样子的 好 随类附彩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譬如 呃 我的一个画面中 它 我们看到的哈 看到的 它是一个什么颜色 譬如我看到一朵红色的花 那就不要画成绿色的 这个是古法里面的哈 古法里面的 但是当代 现代的话 那很多也画绿色的花 要蓝色的花 所以这个画了 它是 它是以前的 历代人总结出来的画面 它是以古画去去评论的 去评论的 所以也会稍微有一点点局限性 因为当代的话 现在什么画的 什么颜色的花都有 所以呢 一般是 你一般看到什么物像的话 你要走传统风 那你就是 就尽量不用看到一朵红色的花 我画成一朵紫色的 所以就是你看到是什么 你就画成什么就好 但是这个有一点点局限性哈 经营位置 经营位置的那肯定就是画面的一个布局呀 国画里面画面的布局特别特别重要 它可能会就是更加的追求一个 哎 留白呀画面的位置啊 就留白的部分 它也是画面的一部分 所以你留空白的地方也是要好看的 以及以及一个画面四个角 哪个角要要画出去 哪个角要留出来 这个是我们在写意里面有讲到过的 所以为什么说 尽量是我们学过写意的 来学的话会更加的轻松一些 这个讲到过呀 你去构图 那我就是四个角 如果全部都画到纸外面去 那画面太满了 对吧 如果四个角都不画到外面去 整个画面中小小的 它又不太好 就是尽量的让它画面中 会有一个延伸感 就是延到延伸到画面外面去 我感觉画画的外面 它还有画面在 所以这个就是国画里面的一个意境 就是有意境在 好那么传移默写 是什么了 传哈 是这个传统的传 就是尽量是传成一些 呃以前历代的一些好的画呀 我们去磨写 这个磨是一个通甲字 我们现在磨的话 嗯 是那个零磨的磨哈 但是这个古人的这个写的这个 传移磨写 他就是写的这个磨 但它是个通甲字 感觉PPT写到故宫故宫的城墙上面 哈哈哈哈 PPT好看是吧 我的PPT也是下的模版 哈哈哈哈 下的模版 只有自己把这些内容给编上去了 所以这六个点哈 这六个点是国画里面特别特别重要的 无论是写意还是工笔都是特别特别重要 这个也是我们去欣赏呀评价呀一个画面的一个标准 对 那么我们就以以下哈你看评论一幅工笔画 我们就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点造型 那造型肯定重要啊 你无论你画什么学科的画 造型都是比较重要的 好对应谢赫六法中的应物象形 这个应物哈 指画家描绘于所反映的对象形式 好的 就不要认为那个工笔画呀 他不讲究造型呀 然后很多同学就认为学工笔 就不需要学素描 如果是画纯粹的哈 凝膜的作品的话 那素描可能还真的是不需要的 就是完全小白嘛 完全小白 你光去描线 我就去拷贝嘛 抓光去拷贝 然后染染颜色 哎那效果也还行 但是你要实实在在的你自己去起行 然后再拷贝下来 那你在自己起行的过程中就会比较的困难 所以其实哈就是你要真正的去画的话 学这个还是有一点必要的哈 还一个哈就是如果是画人物的话 素描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人物你想的那么难呀 就是从头到脚挤头身对吧 然后已经到了你看到到这个地方 哪怕是一个手指的动态哈 我们的手五个手指 每根手指他有三个关节 每个关节他他身和脏的时候 那个动态都不一样 所以你要哪怕是一个手指头的动态 他都千变万化的 就是就是感觉各个动态都都不太一样 你稍微有点点偏差就错了 还有一个就是眼睛的造型 你要眼角啊眼皮啊眼茧呀 这些这些细节哈他和造型也是分不开 所以说呃如果哈 如果你画人都画不出来 那你要那你要去画工笔的话 那可能就是画工笔的人物哈 可能就有点困难 呃也有一个办法 那你直接打印照片去拷贝下来 就是就这个方法是比较简单的 呃但是我们一般有基础的话 像到最后哈毕业创作 但是我们我们现在就是课程设置的 前面第一节课我们是描线是徒手去勾线 就是不会用到拷贝台 但是后面的课程中呢 我们会采用到拷贝台考型 考型是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哈 我待会下面也会讲到 我我等下给大家看那个画家的线稿 给大家看下面的线稿 好这个是呃也是当代画家哈 罗涵雷的一个工笔人物画 他这个也有很多稿子 但是我没有截进去 我没有截进去 他的他的风格哈就是这种淡淡的 然后颜色不是特别的多 他可以一般就是墨色里面附加一点点其他的颜色 你看嘴巴有一点点颜色就比较淡雅风 那么再往下看 你看这个是何佳音的一个工笔人物 不是说一画哈就直接在宣纸上画 草稿都要画很多很多张 这个是他的草稿 草稿的话一般哈你是在呃建议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要起行的话 可能就是叉叉改改会很多 所以建议是在素描纸上会好一些 因为素描纸他会卖造一些嘛 哈哈 宣纸的话他特别的薄 你用橡皮一擦 他可能稍一用力他就会破 所以一般你可以在那个素描纸上去起行 起完行之后呢 也不是说我要画一个一米乘一米大的 那我起行的时候我起个一米乘一米 你起行的时候你起行的时候哈 起个十厘米乘十厘米的都可以 你到打印店去放大放大到一米乘一米 然后那个就是你的底稿 底稿打印完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贴在拷贝台上 然后呢这个底稿上面再盖那个素描纸 把它把它用毛笔 用那个拷贝台开灯光哈 他就特别的亮 然后考下来 所以无论哈是你自己创作也好 你模也好他都要用到拷贝台的 就是自己去打草稿也要用到拷贝台的 所以因为现在就是可能有同学会有误解啊 拷贝台这不是偷懒吗 什么什么的啊 哈哈因为其他科目可能就是提倡自己起行嘛 但是这个也是也是要自己起行的 你到最后一节课毕业创作 那你就是要自己完全起行啊 起完行之后你要考下来啊 你要考到这个宣纸上去 你就要用到拷贝台 感觉画很久的样子 工笔画的话耗时是会要稍微久一点点 拷贝台 嗯大概课程需要的话 A3差不多 A3 可以用到A3的大小 好的 这个就是刚刚说到的线描稿子哈 你看人家线描稿子都画这么细 甚至有的线描稿子他还会上色 哈哈是小稿就是我一个什么样子的色调 就前期的铺垫也特别的长 你像我们以前上学哈 我我的毕业创作也是一幅工笔 但是也是画的人物 第一步也是先集素材嘛 起行起完行了之后 嗯会有一个色调 就是我可能会画几个色调 看哪个色调最好 就选哪一个 所以前期你你把这些线稿啊色调啊都确定之后 你再扩大到你想要的一个尺寸就会很简单了 是不是没想到哇 这工笔还可以这么画呀 这毛衣好细呀哈哈 又颠覆了自己的三观是吧 原来工笔还可以这么细 好我们再往下看看 此外哈并不是说花鸟啊山水就不需要造型了 你像鸟哈鸟的造型与动态 那他有的时候回头 有的时候侧着头 有时候仰着头 低着头 他这个都是他的动态呀 嗯 左边的这幅画哈是一个果苏来琴图 他的一个花叶的翻转呀 山就是如果你要画山水哈 山山的一个堆积呀 以及层层的叠加呀 他都需要造型的一个准确性 所以呃这一种的话呢 可以不需要用到树苗去训练 但是我们就可以画一些动物或者是风景 或者是花卉的速写类的 就快速的画一些线条 这个也是对我们有帮助的 这个也是对我们有帮助哦 好的 嗯 我们再往下看看 好的 那我们第一个好要讲到 你看刚刚看的这些画 他的第一步是白描 所以公笔画中 白描 他有18个画法 啊 好多好多呀 哈哈 他的主要在于什么呢 这些线条他要流畅 这个是白色的字 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楚 来吧 红红火火 哈哈 再于一个流畅 挺拔 细致 严谨 好 这这几个图了 就是18秒里面哈 那我们上课会凿重去描几个线条 不会18个都描了 肯定不会18个都描了 18个都描有的线条用不上 他有的是人物里面的 就我们先画那个花鸟的话 我可以第一个高谷游丝描 他线条是比较细的 这个是需要描的 你就可以可以记一下哈 我们待会的作业是要 是要在这个里面描线的 好 嗯 然后YP的同学了 我们我们群文件里面哈 有这个18秒的描法 如果以前往期的也有的 如果有非YP的也想试一试描描线 那就可以找我们的人工客服 好不好 科夫宝宝在不在 科夫宝宝也可以露个脸 哈哈 让大家熟悉熟悉 好 高谷游丝描是需要的 然后再往后看 到时候大家也可以看大图 还有一个是蚯蚓描 也需要的 还有一个是行云流水描 需要的 钉头鼠尾描是我们那个 写印里面用的特别多的 钉子头老鼠尾吗 就齐笔像那个钉子的头 它有一个敲用锤子敲的那个面啊 是不是稍微的像一个梯形一样的 老鼠的尾巴那就细细的去收笔 这个也是在公饼里面 会有少数的地方需要的 如果你要画石头 那肯定会要这些线条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练习 其他的就是有时间的话 那你可以练练其他的 对有一个高谷游丝 还有一个钉头鼠尾 蚯蚓描 还有一个行云流水描 好的来了是吧 小笔欢迎欢迎 哎呀你们两一起来的 特别是我们的新宝宝们哈 这个新宝宝和非YP的学员 就一定得多找科夫宝宝去去拿一些你想要的东西 这个也是免费的福利啊 不要白不要是吧 因为YP的话一般群里面都会有 就能找得到 看不清楚 对这个因为我没有弄的特别的大 弄特别大我要做18页PPT 所以我就是阶层很小的 要大图 YP在YP的群文件里面去下载 然后 非YP如果也想看的话 就是联系客服宝宝去 要咨询一下 可以要这个18秒的线条 那个就是可以放大 因为我这个放大给大家看的话 我就要寝存18页 所以我就弄了一个缩减的小图 可以找客服老师拉圆图 请问怎么找 怎么找来 教大家 把这PPT弄一下 看到这个地方 微信啊打开微信 点击一个搜索 这里有个公众号 点击公众号 我们可以搜索一下 右画 好看搜索 你看会出来一个右画 右画教育 右画美术 这三个都是我们的平台 右画美术现在展示用的比较少 右画教育是教育号 就是一个星期发一次 就是发一次动态 右画这个号楼是每天会更新一次 所以这个就是看大家的选择 我觉得右画的话会好一些 因为感觉互动会多一些嘛 然后右画还时不时有抽奖 这个右画的公众号 好的 那就是进入公众号 如果你没关注的话 你可以点个关注 因为我已经关注了 那我进入公众号 进入公众号之后 右下角有一个 右画 点击右画有一个了解 右画有个人工客服 识别途中的二维码 你就可以联系到客服老师 这个就是 我觉得的话就是 也比较良心 就是能有一些 给自己省时间 你可以去网上查找的东西 你现在能一分钟 找客服能要到的话 我觉得可以节约这个时间 我一般我就是 给大家节约时间 好我去网上找一些资料 就能能去满足大家 给大家节约时间 因为我我也了解到 大家基本上是上班族啊 或者是宝妈呀 时间上还是比较的紧迫的 就没有自由分配的时间 没有那么的多 好呀好呀你好呀 嘿嘿 你们都是都都七点半来了 好的 那这个是描法哈 还有一个往下看 这个是无稻子的 八十七神仙卷哈 我们班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他从报名开始哈 律刺猬有在吗 有在敲个一 哈哈 律刺猬他就是从开课报名的 那一次哈 他就开始描这个八十七神仙 我想问问你描到了哪个神仙了 就是有时间就会描 有时间就会描 就有八十七个神仙 这个是个局部 这里这里的神仙估计二三十个吧 也有也有其他同学也在练习其他的描法 就是感兴趣的话 你觉得想对线条哈加强一下练习 是可以可以练的 包括刚刚我们前面看的这个罗汉雷 我上次看他的一个 类似于一个小视频吧 律刺猬好像描完了 那厉害哈 就是罗汉雷他你看他线条都已经很棒很厉害了 然后他描描这个描这个无道子的八十七神仙圈 他是描了四遍还是两遍来的 就描完一遍之后 我可能描第二遍会有不同的收获 我描第三遍我好像又能悟到一些东西 描第四遍呢 我好像又又能感悟到一些什么东西出来 对你可以分节分节去描分成一段一段的 也可以直接描 但是我觉得第一次的话 你可以先打印一个小局部 不一定说非得描八十七个神仙 我们上学的时候 老师都让我们描局部就好 因为太长了太长了 只是你有其他的时间 你可以你可以描更多的 你可以截取一个小局部 截取你最喜欢的那一部分去描 这个八十七神仙圈 我我忘记有没有分享给大家了 如果大家想要的话也可以找我要 他是PDF格式的就图片特别大 没有什么要领或者要注意的吗 描线吗 这个描线今天作业比较开放式 我会让大家自己描 我看一下大家的问题 这个就是摸底 然后我们第一节课 我会我会要讲到描线 就是我会要挑几个比较重要的 我会要在课上去讲的去画的 然后大家再参照我讲了之后 再去做一次作业和这一次的作业进行对比 因为我这一次的作业就是摸底考试 我要摸一下大家的底 然后端午之前 端午之前我会给大家做一次作业点评 所以你这一次作业做了之后 端午之前我会在群里做一次作业点评 然后你像这一次非YP同学也想画的话 那你也想得到点评也可以发给我们的客服宝宝 客服宝宝太忙了吗 嗯 客服宝宝可能消息会有一点点多哟 毕竟我们的各个课程这么火爆 哈哈但是消息会一一的回复 好的那我再往下滑 反正这个题的话你就是现在好 我就是等于像放咬式的让大家做作业 到时候等上课了之后 我会讲解他这个描法具体要怎么去描 那你就对应的好 我再去看那个作业 哎好像会有不同的感悟 所以先是一个放咬式描几个 嗯 我待会最后说那个作业哈 最后说作业 好的 那我们需要描线的话呢 肯定就是需要画材 好的 我这里就是讲到一个画材哈 趁着我们 又画有一个周年庆 马上要到了18 19 20 21上午10点到晚上8点 嗯 这个周年庆肯定是有活动的 包括画材呀 课程啊 可能都会有活动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是现在的一个哈 我们需要的画材 你看一下有哪些 这些都是必要的 需要的 今天的课有录播的 第一个是浇帆水 这个肯定是需要的 因为有时候画着画着 我们将说到三帆九染哈 你可能有时候画着画着 那个只漏帆了 你就要及时的去补浇帆水 然后浇帆 然后浇帆肯定是要的 因为浇帆 你要你要把那个纸封边封起来 就是要表纸嘛 要浇帆 然后墨白是什么呢 墨白是这支黑色笔 绿色的盒子是浇帆 这个透明瓶子的水呢 是浇帆水 这支黑色的笔是墨白 墨白的话它是一支分染笔 就是用颜色 我们要调色的时候 有颜色去分染的笔 还有一个是济糟云 济糟云的话 它也是一个清水笔 就是我们画了颜色之后 会要用一支清水笔 去把它过度开 中间的这一支呢 是听家 听家的话是一支勾线笔 就我们描线的 描白描的线 所以只有三支笔 只有三支笔 条件好一点的呢 你也可以 这三支笔你可以买两支 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画画一个颜色 像这个墨白 它有时候可能画了蓝色 画面还有红色 或者有的会分一个浅色系 有的分一个重色系 就有的有的笔它会分那个用墨色去染的 有的笔呢 它会分就是偏浅色类的 所以它都会分两支笔分开 这就是看大家看大家好 就是觉得需要分开的 你就可以多备两支笔 不需要的 你觉得一支笔能OK的 那也行 去年抢的用完了吗 哈哈哈 研究了很久 绿色的是啥 绿色是浆糊呀 浆糊 哈哈 没有用完不影响你继续屯 好的 这个是必须要的哈 然后还有一个是 华红三号羊毛刷 这个羊毛刷的话 可能也是价格有点贵 它是一个韩国的品牌 韩国的品牌 进口的哈 进口货 哈哈 所以相对来说贵一些 它是一个羊毛刷是用来干什么的 表画表纸刷底色 就是要用一个大的牌刷 这个是三号 三号符合我们 呃一个课程设置的尺寸的大小 你像有的同学可能会画更多 更那个尺幅大一点点的画 那可能刷子可以再大一点点 好这个是刷子哈 表画用的刷背景用的 那么还有一个是吉祥颜采 吉祥颜采是下面这个 我们画工笔 工笔画那么好看 就不要用麻利的了 麻利那个科尼哈 稍微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大 然后画上去肯定就没有那么的细致 下面这个吉祥颜采是 也是进口货哈 就是日本的一个品牌 所以相对来说你看会贵一些 26的150 会稍微贵一点点 然后这个总价的话是 呃 还要备注一个哈 你看有笔有颜料 有没有发现没有纸 纸的话 大家要自己去买 我可以介绍两个品牌 一个是 你觉得 条件好一点的 你可以用那个红星 红是红色的红 星的话是 星星的星 小星星 就摘下星星送给你 就摘下一颗星送给你哈 红星 红星的纸了是 应该算就是算中国哈 嗯 比较那种比较高端的纸了 就比较好的纸了 对 然后买纸的话 买什么类型的呢 就是买云母的 买云母片的 它是适中 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那个残液吧 还有一个是夹萱吧 是夹萱吧 就是那个会厚一些 云母的话 它是厚薄刚刚好 还有一个残液就太薄了 我怕大家画的时候 进不起折腾 所以就买那个云母的是最好的 还有我们的宣纸哈 它是一刀一刀买的 你像升萱是不是一刀一刀 俗萱哈 千万不要买一刀 买一刀你放久了 画不完 然后放久了之后 可能还会漏烦 所以买个十张就好 甚至有同学 诶 熟悉之后哈 我觉得我和你隔得很近 那我也可以拼拼单 就是五张五张 一人分开买五张 也是可以的 红星它会稍微贵一些 可能十张纸是两三百块钱吧 还有一个是汪童和也是可以的 它的纸十张的话 我之前买好像是一百块还是一百零五 最近好像就是淘宝都在做活动吧 好像也便宜一些 现在都是一样的 买买云母片的 买云母片它上面有那种亮晶晶的 会也挺好画的 我自己试过 汪童和面团帮我打一下吧 哈哈打出汪童和来 照顾一下我们的新宝宝们 好的 对十八十九二十二一 哈哈 我们客服宝宝又画小仙女给打出来了 好这个是总价上面平时 平时套餐包就会有一个 还要讲到一个除了纸 除了纸还一个一个拷贝台 拷贝台就是买个A3大小的就OK 云光的要云光的 不要不要买那种四周来光的 四周也不是四周来光 四周来光它中间特别的黑 一定是云光的 就整个拷贝台的那个整个面子上面 都是一样的光是云的 A3大小就可以 A3 A3的大小 那么还有一个哈 我们的纸表在哪呢 对吧 还需要一块画板 哈哈 有同学可能会同时进行两幅画 所以你可以背两个画板也是可以的 但是背两个画板的话 我就建议大家可以背一个四开的画板 可以背一个对开的画板 就二开 但是课堂上的要求的话 有录播的有录播的 课堂上的要求是四开的OK 我们的我们的尺幅不会特别的大 因为特别大的画会更加的耗时 只是为什么有可以买个背个二开的 就到时候自己画课 课外的作业或者自己以后想继续学完之后啊 还想继续画公笔画 你可以背个二开的 因为二开的我还可以同同时表几幅画也是可以的 哎呀 又有怎么联系客服宝宝 哎呀 我刚给大家用手机看过哈 是不是刚新进来的 你呀 爱呀 对 你就是可以搜索微信的公众号 搜索诱化或者诱化教育都可以 点击右下角的诱化有一个人工客服 就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客服宝宝啦 还有一个好像嗯 如果联系不到的话 你看我们嗯 搜索那个我刚刚好啊 刚好是弄到了这一点 你像现在如果要买画材 你看进入到了公众号 是不是中间有个商城 商城里面呢 我直接点开之后识别画面中的二维码 就直接进入到了微店 因为我们我们学员的年龄跨度也比较大 好我就整体的我可以先教一下 那有的时候选东西不知道怎么去选 你感觉哎呀好杂呀 这样怎么看呀 好乱呀 感觉我们有分类 好其实不乱不乱的 不乱的首页还有一个分类 分类的话呢 你就是哎我需要买什么样子的画材 你看有速写画材彩千画材水彩画材 国画工笔就在国画里面 好你找工笔找不到的 在国画里面 因为工笔他就是属于国画写意也是属于国画 所以都在国画里面 你看这个地方就有有分开的 有工笔套装的 这个都是有的 现在就是工笔套装的话 嗯是246达的97则 周年庆的话应该是95则 可能230几吧 但是如果有的同学有其他的工具的 那你也可以单买 单买的话可能有的有的 有的画材哈 他有的是五则起 这样子的话会更划算 就我也是比较良心推荐哈 哈哈 这个就大家要多去看看 有没有淘宝小冷手 有的话敲个一 会会会比一比啊看一看呀之类的 又画教育回复更快是吧可以的 今天是国画啊国画 等一下问我要神仙图好呀好呀 预告中的采迁蝴蝴蝶在哪播放 预告中采迁蝴蝶 哦是昨天上的是吧应该应该已经出来了呀 这是同样的哎呀好吧我来都给大家科普一下 好点击教程有个公开课公开课回放看到没有一个公开课直播公开课回放还有个图图文教程是我们讲师助教写的小文章有一些知识点公开课回放 就是能看到应该有彩迁的有国画的有水彩的速写油画的你在里面找OK啦就出来了 好的我们继续打开PPT 学公比之前一定要学协议吗 呃这个怎么说了我只能说最好可以先学协议 但是这个也是诱化的啊诱化的不是说对课外啊对其他外面的人也是这样子的只是诱化的 因为因为公比我们不是零基础是一个进阶班 所以有有的时候是协议里面练习到的协议他很多是练习勾线嘛也是勾嘛有勾勒法呀之类的 会对我们公比有帮助的以及鉴赏能力都会有帮助 所以诱化的话是建议先学协议再学公比 就有一定的基础了 对需要需要需要有白描和写就是如果没有写意的基础哈至少要有白描的基础 就是要有画过了的基础就不是那种零小白的因为因为有的时候很多支点我就会带过的以前讲过了的 好的再往下看看这个是画材哈 刚刚说画板画板也要自己准备一定要木的画板哈 木块的就不要用那种什么玻璃的呀 泡木的呀之类的他会漏气漏气之后你到时候那个画面他会拱起来 你都没法画画啊要用木画板水彩颜料我没有试过也应该会有一些水痕吧 还有一个就是水彩颜料他好像不像国画那么容易洗的掉啊或者怎么之类的 还是什么学科用什么专用的颜料会好一些 下期开个系统课吧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现在就是系统课呦 这个只是因为因为三期的课是七月八号正式上课 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开的一个日热课是免费的所以会有系统课 好的那我们下面啊讲到画材我就会讲到一个纸笔 就怎么有没有有没有同学拿过笔拿毛笔了的敲过敲个一 没有拿过毛笔敲个二看有没有人拿过毛笔 水彩和国画材料区别是什么呀哪哪都不一样呀水彩水彩它的颜色透明度透明度会更加的高一些国画的透明度会稍微的低一点点 然后值也不一样只是谁才值一个是谁才值一个是宣纸 就是特别特别不一样 哎呀1.5是什么意思 天地一百哦1.5是什么意思 很多同学都拿过笔哈耳声你不是画了画的吗你还敲了个二哈哈你拿过毛笔呀 有写一和工笔一起的系统课暂时没有哈分开的那样课程太长了我们写一的课就有28节工笔的课有20节加起来加起来课程很长很长就很难跟下去 一般二十几节是刚刚合适 如果你要把写一和工笔放在一起纸上二十几节就学不到什么东西 是的呦 材料包能用多长时间 呃基本上你们是 这个颜料可以用很久诶 我从171717我使我17我好像用的麻利的吧 二期三期我还继续会用这个颜料 我平时画画画莫谷也是用的这个颜料很耐用很耐用 然后就是这个颜料他不像写一就是一挤一大坨他他就是用毛笔稍微粘一点点 因为他是固体的 他是固体的不是那种管状的稀释的感觉 所以这种颜料是比较耐用的 但这种颜料不适合画写一哈写一是要那种软的他要调色 这种的话他是固体的你用一只笔去调一下 诶一下就那个颜色哈他种不下去 因为你要加很多水去调嘛 是这几天开始拿笔的是吧 好的这个纸笔的话讲一下 大家没有拿过笔的话可以看一下哈 大拇指大拇指是叶把这个笔哈手指啊拿抵住这个笔 叶 然后这个食指了是压压住他 这两个就大拇指和食指哈整个就其实把笔是握得比较紧的了 第三个中指它是勾 就附带着下面把这只笔再勾住 和我们写平时写字不太一样 写字的话是把这个手嘛 放在这个中指上面的 我们现在这个是放在无名指上面 好 无名指了是隔 隔的话也可以叫接哈 就是 同样也是也是抵住了这个笔 只是从后面 第四个 第五个 第五个是小拇指 是底 底底的话呢 它就是挨着这个无名指去抵着它 这个 纸笔的话 我们又来看一下 大拇指 大拇指哈是一个叶 压 然后勾 好 这个 无名指在前面来了哈 无名指在前面来了 隔 然后抵 抵住它 一般我们是这样去拿笔 嘛 这样子去拉笔 有的你可以稍微低一点点 就画细节 高一点点了就是比较飘逸一点 或者是 那个随意一些的线条 就可以拿高一点点 感觉很轻松嘛 拿下一点点的话 你就是一般画细节 叫多一些 首先 首先握一个鸡蛋 哈哈 这个没必要握一个鸡蛋 好 没必要握一个鸡蛋 走时要没了 走时要没了 应该 呃你在网上看看 应该可以是补单支的 好的 那我们这里我就再给大家延伸一个哈 就是比较生气的 像有时候我们可能要拉两支笔 画画 有同学说可能哎我不会耶 有牌子吗是什么意思 哪个 因为有两个弹幕哈 我可能有的弹幕我稍微看完了一点点 两支笔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一个是有颜色的分染笔 我的茶杯入镜了 把它挪开开一点点 你让一般哈 我们会去做一个分染 分染之后呢 再会用一个清水笔把它扩开 把它扩开 再把它往外扩开 染自然一点点 它就是有一个深的 慢慢的变浅 慢慢的变没有 一般情况下 可能才开始接触 接触的话 会先染一笔 然后又换一支笔 又这样去染 这样子的话呢 会慢一些 还有一个我们是夏天上课 它会干的快一些 干的快一些 会怎么样呢 那你就是在这样换来换去换来换去的同时 它这里可能到时候干了之后 它又很难分染开 所以我就教大家哈 一个方法的话呢 就是一支笔 两支笔 同时去用 第一个哈 你这个分染的颜色的笔 你可以同样是握在这个中指上面 靠后一些 靠第二个关节 跟第三个关节的地方了 这个分染笔了 那你就拿到这个第一个关节的地方 靠下一点点往指尖的地方去靠 今天的手好黑 真的吗 哎 我本来就黑 哈哈哈哈 好 这一支笔哈 它同样的 你看都是勾住的 压住的 之类的 嗯 刚刚哈 我们画画中锋的时候 我们刚看到的那几个五个手指哈 这个用中锋用的多的是靠在这个无名纸上 刚看那个用中锋写字呀 画写意呀 都是用的这个 工笔的话哈 很多时候它它是像握铅笔一样 所以我也给大家看了那个图 像握铅笔一样 它会分染一些这个握笔也是比较靠下 因为工笔它特别的细致 所以呢它的笔触也是往下靠一点点 不会说啊拿这么高去染 有的时候那那我是有一条线 我要沿着这些这条线去染色 那我肯定就是握下一点点 这样慢慢的去染色 我肯定不会说 哎呀我拿这么高 去染去染 一不小心就染到线条外面去了 所以这个握笔的话 工笔哈和协议它还不太一样 就是稍微的握到握到中指上面 然后这个笔了同样的握到它下面一点点 那我就可以两支笔哈同时进行 同时进行 但是要注意的一个是 你用这个分染笔的时候你在这里画 这支笔哈 不要握到这里来了 这里画了 这里也在画 你别把画面就这样弄弄弄弄脏了 两个地方都有 这个笔就稍微的握低一点点 你这样去染它就不会影响 有出现过哈 有出现过 这个一定要敲个一 敲个一 深深的记在牢海里 握笔的时候 这一支笔 分染完了之后了 你看立马去画 就不会搓到纸的其他的地方去了 你这样握得低的话 那我就是可能 我画完之后 那我在这里画 前面这支笔也在画哈 两支笔同时在进行嘛 就不太好 到时候画面就毁了 所以就就拿高一点点 教大家同时握两支笔 人家一看多多牛掰呀 两支笔同时画 哈哈哈 印在你们深深的牢海里 所以这个敲一的就是要记住的点子哈 好了这个是握笔耶 这个是写一里面的 所以公笔的话 你就是篇在这个宗旨上面就好 应该大家这个知道哈 现在画写一的都是这个知识去握笔 所以我刚刚镜头切换了一下 我们不一样的 好 再往下看 我们除了勾线 勾完线之后 会有一个色色 那么对应的卸 卸和六法里面的随类辐色 公笔画的色色哈 它非常的讲究 我们将说到的一个三繁九染 它其实不仅仅哈 只是染的变数多 它更重要的呢 是一个染色的程序多 染的方法的一个讲究 所以呢 不是说我染九遍就完事了 这个就是不要不要进入这个误区哈 好 右边这个是鼠魁图 鼠是那个鼠国的鼠 好像那种秋葵呀 或者因为我开始百度查了一下 秋葵和鼠葵好像还不太一样 好像好像品种 就是看上去差不多 但是好像有大小区分之类的 我们现在暂时就不管它品种了哈 就就看这幅画就好 好 先用淡墨勾勒秋葵的一个花瓣 你看白色的哈 我们画面中的墨色不是一样一样的哟 但是前面的这个墨线 我大家的墨线一样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这个是给大家念线条 念比例 就是握笔的这些力度啊 怎么去控制啊 先墨色我就不用管 所以待会我的作业哈 就是也会讲到就是墨色 你不需要变化 但是到了我们真正的画面中 到了我们画面中之后呢 你要去画一幅画 你要去上色 那你的墨线就要有变化 首先你要去创作一幅画 那你肯定会知道这个画面 它它某个地方是某个颜色 哪个地方又是其他的颜色 那我画这幅画的时候 它是一幅白色的画 我去描线的时候 肯定不会用到一个纵墨色去描 白色的画我用纵墨色去描 那到时候那个边线多明显呀 就不好看呀 所以这种白色的 白色的哈 你可以用极淡极淡的墨 也就是我们写印里面 有讲过墨的五色 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记得可以敲出来哈 我们也是巩固一下知识 这个的话是有一个 胶浓重淡清 我们一般就是用淡墨 或者是清墨去勾这种偏浅的颜色就好 然后你再看叶子的颜色 叶子的颜色是它画面中最重的 就是相对于花呀 花苞啊 花干呀 以及叶片呀 这个叶片的颜色是不是最重的 那我画面中的墨线 我是不是叶片的墨线是最重的 那我勾线的时候 我的叶片的墨线是最重的 其次哈 第二的 那我是不是就是这些花苞啊 花梗啊之类的 那我就是可以用一个 两者之间的墨色哈 我们更具体的话 那你可以去淡墨 以及淡墨和纵墨之间的 这个墨色的层次去勾 所以画面中就会有纵墨 然后纵墨跟淡墨之间的一个墨色 还有一个是清墨或者是淡墨 画面的墨色的层次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画一幅画 那不是说所有的都是用同样的墨色去勾 就一定要去呃 画之前就要把提前把那个画面的颜色想好 所以你再去勾线的时候 你就要按照深浅变化去勾 不要一样一样的 到时候白色白色虽然覆盖能力强 但是但是到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受影响的哟 好这一点记住了乔格一 这个也是一个知识点哈 努力的填尘 填柚啊柚子 看什么橙子 可能比较想吃橙子 哈哈哈哈 好的欢迎哈 这一点这一点一定一定要记住 你就是画工笔的话 你就是墨线一样了的话 就画面中会很不好看的 你是纵色的 那你就用纵墨去勾 你是偏浅一些的那你偏浅一点 更浅的那你就更浅一些 好的 这一点记住之后呢 我们就往下看了 这个是下面我们刚说到三分九软 大家如果想看的话 待会儿 呃PPT我也 不不藏私吧 我们又画就是就是有几个哈 不敷衍 不藏私 所以了如果PPT想要的的话呢 第一个YP的话 我会在往期一期二期群里面也发一份 以及马上开课的三期了 我也会发一份 然后有非YP想要的 我也不会吝啬 就是也是大家想学好 我也会尽自己的一个能帮助大家 大家就尽量去帮了 如果这个想要的话呢 可以联系咱们的客服宝宝 哎感动到哭泣 哈哈哈哈 所以这个你到时候就可以自己细看一下 看他一个染色的方法 一遍一遍又一遍 OK OK就 我们就往下讲啦 对对对是等等 我知道是等等 不会忘记的 好 那么第四个了 是一个细节 我们将说很多时候啊 无论做什么事情好像说细节决定成败 有没有啊 细节决定成败 哈哈哈哈 哦 还有一个瑟瑟讲的 讲的比较快的一个 很像有的同学可能看到一幅画 哎 我不知道怎么去上色 怎么去一遍一遍去染色 这里我也很良心的给大家推一个公众号吧 就是也是比较偏中国的 像之前有讲到一个中华珍宝馆 就就是都是那种比较偏偏公益类的公众号 就是是个好的公众号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唐颂绘画点藏 它会有一些上色的技巧 就是有一些好的东西我也会分享给大家 中华小酒馆哈哈 那可还行 唐颂绘画点藏 点是那个典故的点藏 是收藏的藏 好 第四个的话是细节 那我们公笔画中的细节哈 我要让大家看看它到底有多牛掰 然后可能以前有同学不太了解公笔的 会说啊啊 下巴要掉了 下巴会啊掉哈 就那种特别的细致 我们我们可以把以前历代的一些画啊 放大放大来看看 我们就知道了 不要捂住下巴哈 下巴不要掉 好这个画面的话呢 是造极大家知道吧 宋徽宗 北宋的 北宋的 北宋的皇帝 皇帝可喜欢画画了 然后我们看这个画面哈 也是特别的奢华 但是这个原画不是造极的 它是凝膜的 凝膜的是 张宣的 导念图 知道是吧 哎呀 点个赞 有学问 我特别喜欢看那种 嗯 宋代的一些画哈 宋代因为很多画 它是 它是一个鼎盛期 就是特别的 就是发展的 已经到了很很好的一个阶段了 超爱它的寿经体 对 它的寿经体也很好看 一看这个画面就很富贵啊 荣华富贵 对因为造极哈 它就也是特别的奢侈 看这个画面 看这个盆 这个 这个炭火的盆 因为下面它 它是那个制作 然后 烫 烫这个衣服 烫这块布 把它烫平 所以这里有一个 有有一个那个火盆 以及这个 你看这个烧火的小姑娘 上面拿了一把扇子 还这么的精致呢 上面还有画哈 然后这个衣服 花纹 特别的奢华 让你目开寿经体的课 可以我给它建议一下哈 哈哈 哈哈 争取就是字也瘦了 然后念着念着我们也瘦了 好再看上面的细节也是 你看这些花纹 我的天啊 一个皇帝 有这么多的时间来画画 也是很佩服 哈哈 并且这个画 因为很久了 你看这个衣服上面的一些纹理 花纹 它都掉了 一般是以前的颜色 它比较厚 就是有的有的是一种 有的是那个实色 实色的话 它就是比较厚厚实 然后覆盖能力特别的强 但是年代久的话 它就会掉掉色 就脱落 不是说褪色 一般我们国画颜料里面 它会分实色和水色 实色的话 它就是颜色不褪色 但是容易掉 因为它太厚了 水色的话 它年代久的话就会褪色 就是颜色会变浅呀之类的 太好看了 这个人呢也是 你看这些花纹 其实这些地方 都还有很多那种小的细的线条 你想想这个线苗得 得多重要呀 是吧 苗线苗这么多 但是好的是 我们暂时 暂时还没有人物课 但是人物课 如果真的开了 就也虐虐大家 这个这个是的 因为他后面 就是他的儿子嘛 就后面就北宋已经灭了嘛 就是因为也太奢华了 以前 你像再到早几个皇帝的时候 宋仁宗啊 就造征嘛 以及造纵他爹 哈哈 然后 其实他们都过的是比较的 朴实的 比较朴实的 所以那段时间就是 也是北宋 北宋也是发展的特别好的一个时期 就是 宋仁宗的时候 好 再往下看看 你看 就是他的画面哈 你看这个下面的是他的一个全部的 我们刚看的是上面这个小人的衣服 还有这个小人的衣服 上面的这一服是这个火盆这一块 右边的衣服也是特别的细致 所以我们刚说的第四点细节 细节也是很重要的 工笔画里面细节特别重要 他不像协议 协议的话 嗯 怎么说了 就是 会更加快一些 不会有这么多细节塑造 开吧开吧预约 那我也预约吧 哈哈 我也预约 我也预约 可以了 因为现在 现在已经开到二期 三期 三期的课程好像也已经定出来了 我们四期争取一下好不好 抒发 对清评约就是送仁宗 是的是的 嗯 那个时代也出现了很多杰出的人物哈 好 这个也是宋代小品里面的 因为宋代哈 我们到时候课程 我们先是凝膜为主 刚刚说到的一个传疑磨写 尽量是先凝膜一些传统的一些好的内容 不要说直接毫无概念 就去写声 就去自己画 这样画出来的话呢 可能就是多多少少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们尽量 前面哈 先是凝膜 后面会有创作 最后再是自己的毕业创作 我们整个会画四幅画 我待会儿那个课表里面会给大家讲到 你看宋代的宋代的花鸟画 真的是已经达到了一个鼎盛期 这个也是虽然是艺名哈 艺名但是也是宋代的 南宋北宋很多画家 开什么都爆 这么给你 哈哈 好的那我就要欧你给了 好这个是青春蝶 蝶 蝶蝶蝶 蝴蝶蝶 这个我也是结了一个小局部哈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很细致很细腻很真实 也是特别的真实 这个就是和写意不太一样 写意可能刷刷刷三笔 画完了 哈哈 然后再画一下那个 用用用那个小的笔 点一个头 点一个腹部 点一个胸腔 然后勾两个虚勾几 勾勾三对足哈 就就完事了 但是工笔的话 画一只蝴蝶也要时间哈 要非常非常的久 这个也是 就特别的细致 甚至有的你可以放更大 如果你想看更高清的 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个 中华珍宝馆 他现在好像好像一个月 还可以免费下那么几张图 以前是不可以的 但是我是冲了会员哈 冲了会员爱咋下怎么下 但也也有也有权限了 一个月一个月可以下 四五十张吧 但是有的有的也是免费可以下 说的像写意没虐你们似的 写意写意相对来说 就是 会更加的豪放一些嘛 就是就是快嘛 好的现在视觉上 有没有舒服一些 刚刚有那个红色的框框 是不是在那里跳呀跳 哈哈 怎么没有同学给我说呢 千万不要围栏大家的眼睛哈 这不黑色的路进去了吗 没有是吧好的好的好的 就怕就怕散着大家的眼睛 好的 刚刚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蝴蝶 下面哈又有蝴蝶 因为大家平时画画感觉比较费眼睛了 所以尽量直播的时候让大家更加舒服一些 好这个画面呢也是哈 就是宋代的橘虫飞蝶图 你看这个蝴蝶哈 他就特别的好看吧 很真实吧也是 所以这个公笔哈 他和写意还是不太一样 写意的话也是 一笔 两笔 三笔 四笔 然后再点一些白色的点点 然后写意的话 如果你要你要有颜色 那也可以这些地方加一些那种 则实则墨色 现在有两个声音吗 没有吧 有两个声音 有两个声音的敲个二 声音没问题的敲个一 因为我刚刚是 就是把另外一个录播给保存了 好左边哈 左边是一个完整的画面 右边呢我是把这个蝴蝶放大了 所以我说刚刚把那个图片呀 放大之后 我们去看细节 那么除了这个蝴蝶哈 他下面的花也不要忽略掉了 你看他的花 这个好的是那种 类似于太阳花呀 菊花呀之类的 也是特别的细致 以前我们是 呃一个月 好像是一个月吧 一个月明磨一幅画 以前上学的时候 就是要慢 要细 不要不要快 快的话画面可能就是 就是没有那么的细嘛 慢慢的一遍一遍去画 包括这边的也是 我再放大一点点去看细节 所以说这些古画 你不要看是宋代小品哈 他小小的你放大去看 有无限大的内容是可以看的 我没有找特别多哈 没有找特别多 我就典型的就找了几张吧 找了几张 然后大家如果再想看看的话呢 也同样的可以自己再找一些资料 但是前提是你可以先把这个PPT给吃透 小品一般多大 一般是在三十左右 就有的是二十几 有的是三十几 一般是三十左右的大小 所以你看我们的那个镜片卡值 一般是三三乘三三嘛 但三三乘三三是那个整个纸的纸面 里面的圆形就更小了 二十几比较剧多 好的 那我们再往下看哈细节 细节很重要哈 所以我们画画的时候 一定不要去画的像那个鞋一样 随随便便画完了画完了 一定要就是三繁九染 他就说染色我可能纵色去压浅色浅色了 又去又去压纵色反反复复的 他这些边缘的地方也是处理的很干净 有的时候那边边缘哈 就是可能画的是一个纵色的背景 纵色的背景和前面的浅色的物体就是 感觉有点衔接的时候 就是也不是说非的 你不打扰我我不打扰你 有的时候他也是你总有我我总有你的 但是一定要保持干净一定要保持干净 整洁 是很重要的 好再往下看 那么就是刚刚讲到的一个神韵气韵 也是综合以上哈最能体现一幅画的质量的评价的一个方法 神韵 画面要有神 要有生动 就我们说到的画面要生动啊 他不是那种特别呆板呀 特别刻板呀 一看就是硬邦邦的呀那种感觉哈 一定要有灵气 要生动 好的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明代哈 孙克宏的花卉吧 他的这个画卷中哈描绘的是一个四季的花盛开的图 但是我没有我没有把它全部的都展开 我就随意的挑了几个 他里面有梅花有山茶有韶药有兰花有月季 还有菊花桂花等等 然后这个画家呢 他用笔特别的细致 花朵形象也是特别的逼争 虽然哈是在纸上画的 但是你看到这个画面 感觉也能闻到正正的花香 所以让那个观者哈 感觉看到的画了 似着像看到了井一样的感觉 这飞般的感觉 好下面来看 这个就是我截取了几个部分的小局部 就没有就没有全部截出来 虽然他是他是那个 有的时候你很多收那个历代的画家 他会画那种什么百花图 就是一个长长的长卷上面有很多植物 很多植物的话 这个就是肯定也是能看出哈 作者他肯定是有大量的一个写生的经验 我们现在可能稍微会缺乏一些写生的经验 但是我想大家 阳台上面会养一些植物吧 有的话敲个二 我们不敲一了吧 怕待会把那个一的键盘给敲烂了 老是敲一 阳台上有养植物的敲个二 家里没有完全没有小植物的敲个三 绿刺我也敲了二 面团敲了二 白里图书敲了三 白里图书要不养个菠萝叶子吧 遭蚊子 超汉子 我看成了遭那个蚊子 哎呀 真的有这么多敲三的 天呀 这个是不是三色景我也不太知道哎 看这个叶子好像又不太像 感觉像我们上一次小爱老师上预热课的三色景哈 紫色的 然后花瓣是不是三个瓣后面两个瓣 中间一坨要浅一些 是不是上次听了小爱老师的热课 什么也养不活 娘家有植物 好的好的好的 那么没有植物的哈 你从窗外也可以看到一些植物吧 就是也是哈 就是能养植物的了 养了植物的也可以结合自己的阳台 你可以有一个大量的写生 我平时回老家哈 就是我回自己家里面放假的话 因为我我家房前房后很多那种植物 你像比较常见的激光花呀 凤尾仙呀 还有夜来香啊 这种植物我觉得是很好的素材 还有那个节节糕 节节糕 跟我们刚看的这个画其实有点像 跟这个有点点像 但是它花瓣是一层一层一层 会有很多层 所以就叫它节节糕 我不知道大家那那个其他的地方 是不是这个叫法 甚至有时候就是菜园子里面就是 丝瓜爬了藤啊 开了花呀之类的 黄瓜藤啊 豆角藤啊 都是可以描绘的 以及那个蚕豆花 就菜园子啊 菜园子也可以写生 凤尼叶子好养 对对 菠萝呀凤尼 什么养不活 什么养不活 养个含金兽 对凌霄 凌霄也是很好写生的 所以你就看这种 一看到这种藏卷 又是单个的一株一株的 它其实也是 你看到它画面就能联想到 这个画家这个作者 他肯定是集了大量的一个写生的经验 你不写生你画不出来呀 你怎么你怎么描绘出来 他的这些花的特征啊 穿插关系啊 然后叶片的一个正反面的表现呀 就很多很多点 以及以及那个正面的反面的 朝左朝右的 对吧 就都不一样 以及转折关系 你看这个南花叶子 我们画过写意的南花 南花它的叶片会有 写意的话是提和按 一笔一下就画完了 提按提按提按 也不要太多提按 一般两到三个提按就OK 所以这个也是观察呀 以前上课 上写意的课 我会给大家看 甚至画竹子 会有那个实景教材 就是会有那个竹子 给大家看 真实的竹子 南花的话 我是给图片给大家看 长卷怎么表 也表啊 一般是表那种卷轴的 给大家看 我这里刚好有 因为那天刚好取下来了 卷轴 这个是这个是 到了 这个是二期的一个 上课的时候一个一个画 然后就拿去拿去脱表了 就是这种卷轴的卷起来的脱表 它也特别的长 两米多 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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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有很多专门收藏画的 他不会去表 因为表画 嗯 年代久了的话 你像有的江湖不太好的话 他画面容易霉 容易黄 专门很多收藏的 他就是把那个纸哈 就是那样 这样折着的 折着的 因为宣纸它特别的薄 你即使折着有很多的 痕迹你以后拿去表 它也是这种 很平整的感觉 对 这个就是 表的这种嘛 这种这种就比较适合收藏 不适合挂起来 就是把它卷起来收藏 有的挂起来的 那你就是拿那种框子去 表起来会好一些 二期是的 是的 二期二期比五期的还要长 二期二期也是画的 好像加了一节课吧 我也不太记得了 就每每一期都会有长卷的 都会虐一虐大家 画一个长期作业 好 这个是刚刚这个孙克宏的画 明代的 所以这个也是提倡大家就是 你即使选择了咱们的一个公笔花鸟 那你也可以多花一些时间 你就是用铅笔 或者用用水星笔 去做一个快速的线条 就写生是什么 它就像类似于像西方的速写 就是快速的把它的一个形呀 动态呀描绘出来 这个就是就是写生 不是说让你抱着一块板子 对着一株植物把它画成这样子的画面 不是的 就是把它画成一个线稿图一样的 明白吗 明白 敲个四吧 我们基本上尽量就是语录均沾 好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 一直敲一 我怕那个一的键盘给凹下去了 是六七的还没开学对吧 对对对 六七的话是刚好我们公笔课结束之后是六七 但是六七虽然预造预寿的课程比较久 但是大家应该也不会无聊吧 因为我们可以提前看上一期的录播 所以上一期的录播开了之后了 大家也可以提前念一念念了之后了也可以给我看 然后等到开课的时候 学当期的嘛 就可以提前进群感受一下气氛感受感受一下氛围 嗯 到了六七学完之后我们还会有一个免费重修七七的课程 第一个好为什么可以看上一期的那就是因为因为我们的课程都是提前招招 就是提前招预寿吧 也是提前提前招招招招招招什么来说招生 对讲了半天哈哈哈 提前招生进来然后就是怕大家会有一些无聊 但是呃我也不是说非得让大家念哈 因为我的教学方式是也不必太紧张 我们就是没开课之前大家就好好的玩 等到开课之后了 那你就是一定要打起十足的精神 就是我们分四个作业就该画完的就得画完 就是该玩的时候玩 该该放松的时候放松 但是你要该警惕的时候该做作业的时候还是要做 你不要到时候哎我开课前我就好着急啊 我好想做作业啊就做完呀 你不要等到开课之后啊我不想做了 就是感觉我之前已经做了又不想做了之类的 所以一般哈一般我不会说是那种嗯 你一进群我就让你做作业 就是尽量就是我是也是一个放养式的哈 开课前尽量玩玩高兴 开课之后我会严抓你们做作业 就是就是要做的就是做 不做的就电话紧进年期了哈 对就可以先预习一下 可以提前了解一下是没有问题的 我也是比较放养式的 该玩玩但是该做作业就是要该做作业就不能偷懒了 该修改作业也是修改作业 好的那我们再往下看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那个宋代的哈 那我下面呢同样的会给大家展示一部分的学员的作品 就是往期的诗歌诗节的哈 就是学出来的一个效果 就是也是给我们一个三期的宝宝们的一个心理 就是大致哈 会有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吧 就是我这一学期我还没开课 我开课之后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样子的效果 达到一个什么样子的 就是给自己上升到一个什么样子的台阶 就是会有一种预期值吧 就是我大致要画出一个什么样子的画面效果来 没得完天天赶作业 辛苦辛苦 赶完这一段哈 就是就是会舒服一些了吧 因为公笔他他不会像写一那么的累 这一期五期确实有一点点累 因为五期 确实挺愧对于你们的 但是呢 我又在想严抓一下 就是可能还能出高头 出高徒定 就是有一个雨点村有一个米点村嘛 都是点点 所以掠了一把你们 我相信大家也是能得到一个提升 这有时候严厉有严厉的好 有时候放松呢也可以放松一下 国画作业比采迁紧是什么意思 是是说催作业吗 反正每科你没做作业都会有老师联系你了 哈哈哈 又画又画的最值得就是杠杠的 就是在这一方面特别的负责 对苦兵快乐的 对啊等到你毕业之后 这一段时间是非常值得回忆的 作业更多 嗯工笔的话还好吧 工笔他像超写实一样 像彩前超写实 画的慢比较耗时 作业的脏速少 但是每节课也会画 写意的话是每节课都会有作业哦 哈哈哈也不要慌哈 写意他比较快嘛也是比较快的 欠了一大堆作业心里慌 不要慌不要慌 我们我们作业指导有半年的时间吗 从从开课 即使是呃那个课程结束之后 我们一般课程有三个月或者是三个多月吧 作业指导的话它是翻倍的 所以大概就是有半年 所以课程结束之后 其实还有两到三个月的作业指导的期限 就是其实有大把的时间去做作业 我觉得就是一个星期一定要分配好自己的时间 哪一天我觉得我可以放松一下自己 哪一两天我觉得可以就是做一做作业 这样子的话就是去跟小姐妹哈出去聚会的时间也是有的 也能也能安排的出来的 然后作业了也不会太怠慢的 就是要自己和你分配时间 好的 这个是我们工笔一期没听清的一个毕业创作 毕业创作都是自己起行自己自己 起完型了之后考下来考下来之后上色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作画的步骤 但是我觉得很小哈 因为又没给大家看这个是原图 原图就是一只鸟 然后叶子的话呢是后面参照了一些古人的画 就是看他们的一些搭配啊或者是穿插的关系啊 这个就是很很机智哈 我们我们也说过就是因为就是才开始来学嘛 他也不是说像学了十年二十年就是能随手就能创作出一幅画 所以我们可以提倡是变凝 变凝是什么 变是变化的变 变通者去凝膜 就是有一小部分你可以借鉴一些古人的画法 好 最右下角是圆图 然后呢 左 这里哈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他的一个稿子 铅笔稿子 然后慢慢的上色 上色上色 一直到这里哈 他都是草稿哦 从这个地方都是草稿 再到这一张才是他真正的稿子 然后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一直画完 所以公笔画你去创作哈 他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严谨的比较严谨的一件事情 就不是说哎我起完一个稿子了 我就是想一步画一步 我想画一个什么颜色呢 我画上去了 我想画一个另外一个颜色又画上去了 就毫无目的的去换 到时候画面效果就感觉是拼拼拼 拼凑起来的 他就没有那么的整体 所以一定要整体的去去先完成一个 以及你你创作的那个内容 他他没有特别 你没有没有尝试过 或者是没有太大的把握 也要提前去画一下 提前去画一下会更好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最后呈现的效果 你看就是这得画了多少个分解呀 所以这个画的好也是有道理的哈 最好别同时报两颗最做不完 对我的建议也是这样哈 尽量是先学好一颗再报下一颗 这个色调的话 嗯我待会也会给大家看那个课表 这个色调是比较偏传统一些 就跟我们刚上面看到这些画 好像很像哈 就是比较偏传统一点点 就比较的素雅比较的美 画面是那种挺有意境美 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画面是公笔2725号圆圆的毕业创作 这个毕业创作也是自己起稿子 主播除了教国话还教其他的吗 很早以前教过彩迁 教过素描 但现在主要是教国话的公笔和协议 好这个创作哈 创作他比凝膜要稍微难一些 要比稍稍微比凝膜难一些 凝膜的话你是看着人家的画 你去照着去画 创作是一定是要自己去思考的 所以要难很多 好你看他的一个作画步骤 我就解给大家 你看为什么 哎 这个为什么为什么他不他不到前面来呀 我就先 我就先重叠吧 尽量让大家看到 好像这个图应该应该是让他要跳到最前面来的 啊 我是不是对软件不熟悉呀 好这个是他在那个素描本子上起了一个草稿 所以刚刚说到的好 不是说你要画到多大 你就把那个稿子画那么大 太累人了 你可以画一个小小的稿子 然后去打印店把它放大 这个也是你画的一个手稿 这个就是你的手稿 我们刚刚看那个荷家音的也是画家手稿 他手稿都是小的 不会画那么大 所以一般这个稿子画出来之后 画出来之后 他会有一个 好 是这一张 这张我再放大一点点 应该这个图层要偏上一些好一些 并且每画一个步骤都会有点评作业 这个也就是又画的一个下了大大手笔的 请了很多助教教师 就是每天每个科目会一对一的作业指导 除了公休日和那个国家法定节假日 国家法定节假日还会登的QQ 就是怕大家随时需要作业指导 就是会死聊 虽然不去群里看作业 但是会死聊 平时是每天会去群里也是一对一的看作业 所以大家的作业一张作业 你画完之后 画了一个步骤 我第二天就能得到老师知道 得到老师知道之后 我去修改 又交上去第三天 老师又知道了 就每天每天 这个进步就会非常的大 你看第二个 他就直接打完草稿表上去之后 然后再开始慢慢的上色调了 上色调了就每一个 你看这个也是评论 就每一个都会有评论的 给建议的 效果就慢慢的呈现出来了 到最后 所以你这个不想进步都难呀 哈哈 不想进步都很难呀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系统学习有一个好处啊 能三个月学出这个效果来啊 我都很佩服大家哈 所以他也是有一个 第一个是专业的指导嘛 第二个是少走了很多弯路 哎这个图已经乱了 我待会再摆一下吧 拷贝台说买什么的区分发光的 可以调光的是云光吗 可以调光的 我买的那个就可以调光 云光是什么 云光是那个板子上面他的光都是云的 有的一个他是四周来光 四周来光只有四周的光 会亮一些中间的是黑的 所以你挑云光就好了 不要调四周来光了 然后那个调节光源的是每个都会有的 就是光线的强弱 等下把要买的画材发在群里是吧 可以啊可以啊 我们也是尽量因为因为本来画材是要在开学典礼讲的 我们开学典礼是7月1号嘛 所以我就提前蹭着蹭着这个周年庆哈 就尽量给大家多某点福利 能少一点钱就就尽量早点买吧 因为到时候开学典礼的时候 那个福利可能就没了 因为因为只有四天嘛 十八十九二十二一 所以日热课我就加了一个把那个画材也给讲了 买了一个A2的好大一个 A2也可以啊A2也可以 好的那我们再往下看 你看这个这个画面都是比较偏传统一些 比较偏传统一些 包括这一张也是 这个是二期的云的一个毕业创作 毕业创作确实会要难一些 这个都是自己去思考的 自己去集材 集那个素材图 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 然后他有时候也也死了我 就是左边的 有时候因为群里是一天一轮作业指导吗 有时候你可能上午看完了作业 然后他下午交了作业 下午交了作业之后 那我又想得到老师的指导 我可能有时候在群里看完了作业 我就去画画了 然后有同学就会要私聊到我 所以如果早急看作业的话 那你也是随时可以私聊到我的 所以这个也就是 VIP随时能找到老师 老师看到之后 会第一时间回复你 就看到之后 肯定会回复的 就及时的解决画面的问题 墨兰 墨兰 墨兰是报了哪个版 你们开开学没有感到这个福音 好 这位同学呢 也是咱们二期三十二号签会的作业 签会的作业 他是 其实为什么报了这个公笔 报了公笔 他说他其实很喜欢这个丹顶赫 就是一直想去画他 然后这个课程也是画完之后了 以这个丹顶赫 作为一个素材进行一个创作 进行一个创作 你看同样的 也是画完之后 对自己有一些感触 就是作为北方人很喜欢丹顶赫什么什么的 我就不一一念了哈 就是会有一个创作创作感想之类的 哦 我哦哦哦 我知道 说那个写议武器都很早了呀 我以为你说你最近报了一个什么课 所以我就问你问你最近就是报了一个什么课 你说没赶上吗 对签会也是彩签班的 哎不是那个签会 不是时期的签会 这个签会是以前应该是三期还是几期的彩签吧 是你们的师姐了哈 十期好像我听说有个签会 刚看到拷贝台感觉真是个好东西是吧 对啊 然而还有这种东西 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不会用自己 那个不用自己被拷贝台 因为我们画室就会有一个大大的拷贝台 是学校提供的 是五期的是吧 对反正是是更早的更早的是我们的师姐 好 那么也可以看一看 你看这一位同学哈 同样的 撕鸟也是特别多的 我截了一个图 看一下 瞎 哎呀 我都图不见了 看他一些问题以及给他处理的一些问题 这个有的图片他显示不出来 可能我的QQ 不小心 有那个弄到过 好的 他他就说一直喜欢这个单领荷的素材码 然后给我发过两张 但是有一些问题我给他圈出来了 就是画这个贺的部分 后面修改好的修改好的又画出来了 就就特别多 你看从3月12号好 所以不是说一张憋最立马就会画完 在12号之前他可能自己也集了很多素材 然后一直往下一直往下 我其实平时好不是说 嗯 特别 那个啥了 反正学院来找我 我是特别乐意的 哈哈 就是能帮大家解决问题 我是特别的开心 所以你看这个聊天记录也会特别的多 特别多 这个都是讲这个毕业作业的 都是讲毕业作业 所以只要你自己就是主动学习 好我是特别乐意的 就就是会有很多 就全是这个毕业创作的 嗯 就有很多很多啊 所以指导方面的话肯定也是 也是会有一点作用 还有一个大部分的原因 是同学们自己要努力 要刻苦 即使我们因为学习的阶段 他顶多就两三个月要去学习 所以你就抓好这两三个月 即使是你花了钱进来的你肯定要学呀 对吧 就是我再负责 我天天打电话催你 你不想画那 那肯定也画不了好 所以还是要自己主动一些 即使我不催你 你自己也会画 原来每次上中国话论就想打瞌睡 现在呢 现在想瞌睡吗 瞌睡我就给你回答一个问题哦 我可爱的小七 来我们答个问题吧 呃刚刚说到的白描里面有有多少个描法 来起立答个问题 答问题就清醒了 这是一只跳芭蕾舞的鹤是吧 小七小七是睡着了吗 哎呦答对了 OK 厉害啊厉害啊 还好没睡着 证明听进去了 好的那我们再往下看看 刚刚这个上面的上面的这几幅都比较偏传统一些 到了这个的话 其实有一点点结合当代的感觉了 就当代风再往下面哈 因为现在很多当代的话 他他就是特别的俗气 我现在给大家看往期的话哈 他是艳而不俗 颜色是比较艳的 但是他不会显得熟气 那我会讲到 待会讲到那个画面 他怎么会显得熟气 上面的这些画 他是仿古的 走传统风格的 他不会显得熟气 他只会显得很雅致 有没有 有的话 敲个五吧 我们就一路敲过去吧 一直敲一 那那待会那个键盘就凹下去了 就有意境呀 好看呀 素呀雅致啊 这种色调 但是下面的话 你像这种色调 他颜色艳 但是他他不俗 你像有的话 他就会俗气 那么俗气的原因 我待会也会往下再讲 这个也是往期的 YP的好像 这些都是课外的作业 课外的作业我们也是进行指导的 因为因为有一个竞争实力奖的分数嘛 就是有一个课 那个课外作业分 所以课外作业也是会进行指导的 只要在那个指导的期限内 你有作业 你有课外作业还更加的好好 会为自己加分的 但是课外作业也要好好的 就是 嗯 一遍一遍慢慢的去画 不是说为了去拿分 而画的很快呀之类的 就比较凋潮 毕竟我们是来学知识的 而不是说 那个分数特别重要 分数他其实就是 对于你这一次课程 然后一个小总结吧 但是学到知识 才是学到真本理 所以画课外作业就不要不要急 不要为了能达到多少张画而去画 而是说 我要解决 某一个问题而去画的这个课外作业 明白吗 明白 这个协议也是 不单单是公笔 协议也是 以及其他课程也是一样的 好的 这个画面的话呢 它是同样哈 都是牡丹花 左边的是蓝色的 右边的是红色的 那么 这个花哈 左边的底色它是比较浅的 花的颜色是是暗一些 我们可以看一下哈 这个花朵 它的暗部 它是用墨色打过底的 所以它不是一个纯蓝色 它不是一个纯蓝色 你的蓝色加了墨色之后 它不是说加墨色 我们一般画画它会提前用一个墨色去分染 把它分染开 分染开之后了 然后再去附加它的一个固有色 为什么叫分染 分染的话 你说都有一个分字 那肯定是把层次分开呀 对吧 都叫分染了 我这边也是啊 我这边的纵色 我也会提前用墨色去分染 牡丹花的花瓣这么多 牡丹花的花瓣这么多 我要把它层次分开 所以第一步哈 分染 把层次分开 你不要第一边一来 你就照染 照染是什么 就整体的去画一边红色 画了一边红色 我再去分染 那你再去分染 你加了这个纵色 它在上面 它会显得画面脏啊 就一般哈 我们是先采用分染 分染在底下 然后再用照染 因为你分染的是墨色 墨色纵啊 墨色是黑的呀 然后你上面加了这些颜色 它颜色不会那么黑 你即使你加了 你去覆盖这些颜色 它还是纵色的 它还是纵的 但是那个纵色 它就在颜色的底下了 它就不会显得画面脏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画那个 画的时候 画面为什么老是显得脏啊 不干净啊 颜色不漂亮啊 就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啊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好 那么颜色上的搭配 你像这个花朵哈 花朵的颜色 两个颜色都比较艳丽的话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叶子的颜色 纯度就比较低了 绿色也是浅浅的 或者绿色是纵色的话 它会偏那种墨绿色 不会说是那种特别鲜艳的 嫩绿色 就没有这种 如果你这朵大红花 搭一个那个 那种什么脆绿色呀 棕绿色呀 就特别的俗了 所以这幅画 为什么艳而不俗 它的这个叶片 还纯度已经降下去了 我的花 我的蕊颜色特别的艳 但是我的叶片 我把它降下去了 那我的卖点就是在这个花子里 我这个卖点也是在花子里 花也是特别艳 但是我的叶片也是特别的浅 颜色特别的 纯度 纯度也是低的 好 再往再往下看哈 还有还有一个 你看这个边边上 它它会用一些白色去提一下 提一下的话 就就红色也不会那么的闷 像如果全是全是红色的话 它就会有一点点闷 但是如果全是红色 你这些花瓣 花瓣 花瓣的边缘 你可以用一个金色去勾 勾金边 它也就不会那么闷了 但这个是采用的一个 用白色去提 用白色去提 就好一些 好的 那么再往下面看 现在看的都是 课外的作业 课外作业是凝膜的 凝膜的一些 就是凝膜的一些当代的画家的画 所以颜色上的话 有的是比较偏艳腻的 但是刚刚说的艳而不俗 所以这个颜色的搭配就很重要 左边的 左边的是我们2750号 木兰茨的一个课外作业 这个是葡萄 葡萄的话 它也有很多作画的步骤 我就没有像前面刚刚贴出那么多来 就每一幅画 它们都会有有作画的一个步骤 以及每一次上传都会有一个作业的指导 所以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不是说一来就画的这么好 大家也不要怕 我们我们就是今天不是来下淳小白 以及三期的同学的 只是说给大家看一下学习的效果 以及你们学完之后达到了一个目的 达到了一个高度是什么样子的 只要跟着我好好学听话 是能达到的 这个葡萄的话 它的绿色也是那种偏黄绿啊 有的颜色偏偏一点点橄榄绿啊之类的 不要看它这个颜色是绿的耶 但是提前也是用墨色去画了的 一开始它就像一幅那种水墨的感觉 就是就是用墨色用墨色去分染 以及叶子的地方都是用墨色染 不是一开始来就用绿色去染 一开始来就用绿色去染的话 你到时候画面的效果就特别的艳腻 就就一艳就俗嘛 所以这个也是同样的 一开始哈我们都会先用墨色去打个底 用墨色去打个底 打底之后你要想着颜色下面有墨色 来我们试一下吧 你看哈 我盘子里面的我挤一点点红色吧 给大家看加了墨色它就是不一样啊 这个就是一个纯的珠砂色 珠砂颜色 是不是很红 这个有点反光哈 因为是熟旋纸熟旋纸它不吸水 它不像升旋 画完之后立马就被纸给晕了 好的 那我就是下面哈 再去用墨色 用墨色画一遍 画一遍之后 当然也要等它干 但是我们先现在只是看效果 我就不等它了哈 等它的话太费时间了 好再用同样的这个珠砂色画进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 纯度就低了很多 纯度低了好多 你看这个这么艳 这个颜色的话就纯度低一些 然后你想让它不那么的 不这么暗的话 你当时墨色就少一点嘛 墨色少一点它就这个颜色 你看又是又是一个色尘 所以墨色 为什么国画里面哈它离不开墨色 墨色是特别重要的一点 然后尽量不要加黑色 我们吉祥颜料里面有黑色 黑色的话很少用 因为黑色它是颜料 它它还是会有一些粉质的 墨色哈 它水墨水墨 它的墨它是特别透的 所以尽量调色加墨色进去去 降低会好一些 对有的墨色也就稍微可以降低一些 这些饱和度 再打开这个 所以这些这两张画哈 都是用都是用墨色打过底的 所以它的画面为什么就是 不是那种特别艳丽的感觉 看上去也不会熟 好右边的这个画面呢 右边的画面是我们2739号 由桃皇后晚的课外作业 同样的哈 你看这种地方 偏这种蓝绿蓝绿色的 也是用了很多墨色去打底 很足的墨色 然后后面再开始慢慢的染 染花青色呀 然后花青色之后 再染那个偏浅的颜色 所以先染深色 深色的 再慢慢的去染浅色的 就同一块这个荷叶嘛 先去染深色 再去慢慢的越来越浅 越来越浅颜色 所以打底分染是很重要的呦 这一点明白 瞧个7 降低纯度 也不是说 也不是说红色里面去加墨色哈 它是一层一层的 所以我们刚又说到三繁九染 第一遍用墨色分染了 诶 我可能觉得关系还是不是很强 那我第二遍又用淡墨色去分染 然后再用墨色又去分染三遍 先把层次分开 然后红色分染 分染个几遍 所以这个就是层层分染嘛 层层分染 不是说让你调出一个这种 这种红色加墨色颜色去分染 也有的时候可以调个一次 好的再往下看 这个也是哈 就是 这两幅都是咱们公笔 二班五十九号晚风的一个课外作业 你看一般背景 背景比较艳丽的哈 它的画面中 会有一个重色去压一下 以及会有大部分的牛白色 去看这两幅画面 背景 左边的背景是一个大红色 左边的背景是一个大红色 但是他背景 背景是一个大红色 左边呢 他会有一块那种太湖石 太湖石 它就是以一个墨色去染的嘛 没有添加其他的颜色 添加的话 应该也添加了一点点花青 具体的话 涂太小了 我眼睛也不太行哈 然后 然后就是有重墨色去压画面 没有重墨色去压的话呢 画面也会显得有点飘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 也是就是要有一个墨色 要有一个偏墨色的地方去压它 还有一个地方呢 就是你要画那种偏浅色的物体 如果你这个花改成一个黄的哈 那就真的像那个叫什么 叫什么西红柿鸡汤了鸡蛋汤了 所以画白色的花是最好的 你像你像那个欲南花 它不是有那种偏紫红色的吗 你这里改成紫红色就就很不好看了 所以这白色的是真的是很好的搭配 很好的搭配 好这个背景也是 这个背景是一个蓝色的 蓝色的背景的话 你看其实这两幅画哈 他要表达的因素就很像 你看蝴蝶蝴蝶我没有画的很艳丽了 蝴蝶是采用的一个黑色的 就不会像我们刚看到前面看的那个蝴蝶 蝴蝶就是宋代的花 他上面也有很多有颜色的吗 但这两只就是用那个 墨色的蝴蝶去压画面 如果你这个再画的艳丽 画面就会花 你背景这么艳丽 蝴蝶还这么艳丽 花还这么好看 大家给给观者好都不知道看哪里了 就就都来看就就没有重点了吗 所以就是我的重点还是会放在花上面去 然后蝴蝶呢就是做到一个压制画面的感觉 就是就是那个你要想到如果这个 两只蝴蝶是一个浅色 然后又特别艳丽特别漂亮 这个背景又特别漂亮 花又特别漂亮就就会飘 所以一定要用一个棕色去压一下 包括左边也是 这两幅都是一样的 就一幅画面总好 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细节就就决定它的一个俗与不俗 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看 再往下看这个是左边的是咱们2744号初心未来的一个课外作业 同样的也是一样好 你看右边的是我们1722号精进的听的作业 他们俩的背景都是采用的一个颜色比较厚实的一个是偏蓝 一个是偏红颜色比较厚实 但是花的颜色都是比较偏比较偏浅的就稍微带一点点紫色呀 或者稍微带一点点背景的颜色呀 看这个背景的画面哈就是就是这个背景它的蓝色的面积很小 所以绿色了绿色相对于画面中的话还算比较多的 如果你这里搭配一个其他的很紫的呀 或者很黄的呀很红的呀都不太好看 所以你就就搭配这种偏白一点的偏浅一点的会好看一些 那么右边的也是一样的 我的背景是一个大红色的背景了 如果我的叶片画的像左边的这个叶片这么绿 那就真的是红配绿就不好看 这个叶片哈右边的叶片都有一点点那种泛白的感觉 这个就不像我们采浅里面了哈 就是颜色叠色有问题 就是说颜色偏浅呀泛白呀不行呀要继续叠色 这个就跟采浅又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你的底色特别的厚重厚实 我的花斗又是一个白的 我的叶片呢也可以采取一个浅色系 就是也不是浅色系 它的棕色的地方也挺重的 就是就是有那种泛白做旧的感觉 在里面就不要就不要像右边的 不要像左边的这个这么绿的 因为左边的为什么 左边的它的背景的面积小呀 右边的背景面积大呀 你再画一个特别绿的就不好看呀 这里有一点点偏实绿色的哈是反面的叶子 你可以来那么一两片是可以的 但大面积的如果是这种绿色就不好看了 希望就是能以我的一个鉴赏哈也传达给大家 到时候就是看画的时候是可以可以以这些点子去去去观看一下 去借鉴一下去欣赏一下画面 好的这一点明白话又敲个7吧 就我们我们见上一幅画 你刚看上面的以及这一面的 还有刚刚上面的加墨色的 这个我不太知道 有的同学可能是用的那个卡 镜片卡纸有的可能是就是圈出来的 像左边的这个它它是直接画的一个圆形的 在宣纸上面框出来的一个圆形 到时候画完之后它会踩下来 然后你可以去拖个芯 边面上就会有白色的纸 最好是用单脏的宣纸好一些 因为因为镜片卡纸的话 它只能画那种短短期的作业 你画长期的这种工笔作业的话 它不赖造的就会起毛啊漏烦之类的 它没有单单照的宣纸赖造 因为它已经是表在那个卡纸上面的 它已经受过一次受过一次伤了 你再画的话 你到时候就会有一些那个多多少少 会有一些漏烦呀起毛的问题 好 那我们就再往下看看 刚刚上面的两类其实我们的课表里面都会有 所以我现在也给大家看一下课表 工笔三期的课表 看一下开学典礼的时间 开学典礼的话 我到时候会要讲到一些上课的内容 就今天没有给大家看那个我们上课的素材 今天先不看 今天心哈 不要飘到这个素材上面来了 今天的心呢现在现在勾线上落实 然后上课的一个素材 我会在开学典礼的时候给大家看一看 就是整个整个学期哈 我们会一二三四四幅画 四幅画我会给大家看那个是哪四幅画 所以今天的心就不要飘到这个 不要飘到素材图上来了 先沉到那个勾线的上面去哈 好 第一个是开学典礼的时间 那么开课的时间是七月八号 都是晚上七点哈 我们上课的时间是周三周五晚上七点 视频观看的话是永久的 然后作业指导的话也是七月八号到十十十十一月二十二 这个是几个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四个半月四个半月吧 数学不太好 然后是第一阶段哈第一阶段我们可以看上面的标题 传统工笔画鸟画凝膜 那就是刚刚我们上面看到的这一种这种类型的 就是就是宁摩古画嘛 宁摩历代的古代的画家画的画 好 宁摩历代的画的话一般有一个哈是纯花卉的 纯花卉的话相对来说会简单一些 所以是我们前面还会有一个表纸啊 还有一个分染造染 分染造染其实是分开画一些小的物体 就是不是一个完整的画面 不是一个完整的画面 那么花鸟的话 花卉哈 花卉的话相对于来说也是比较简单的 也是比较简单 再到第二章的时候会有花有鸟 就是会有动物了 有动物的话相对于花鸟来讲的话就会难一些 就慢慢的递增了 这个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的话是唯美新势力 唯美新势力是什么呢 就是类似于刚刚我们看到的比较偏当代的话了 比较偏当代的话 就是我想大家有看到招生海报上面的那只猫吧 那只猫也是也是当代的 就唯美新势力里面的 历代的历代的是那种古风的感觉 唯美新势力是那种颜色 有一点厌利 但是又又不俗的那种感觉 就两个 两个都会学到 因为每个人就可能有的喜欢偏偏传统一些 有的比较喜欢偏那个当代一些 当然肯定也有喜欢一和二的 我一二都喜欢 哈哈 我一二都喜欢 大家一二都喜欢 也可以敲出来 嗯 好 唯美新势力的话也是画两幅 那么第一幅是凝膜 第二幅就要进入到创作了 因为我们我们就是毕业创作是自己创作吗 不会说我一二三四 我画完了就让大家自己是创作了 我当然我会讲一下就是 就是我这一节课 就是一二三四五节课是带着大家 以有方法的去创作一幅画面 然后最后的毕业作业就是留给大家自己再去创作一幅 所以整个课程就是这么安排的 然后课程的话到时候也是关注一下周年庆吧 先把人物也敲了 人物是三是吗 人物是三吧 好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哈 就这里是作业来了 作业来了 敲敲黑板滑重点 作业的话是练习白描线稿 选十八秒里面的三个描法 就是描三个徒手去画好 不要用到拷贝台 不要打印出来用拷贝台 我就是摸底 我就是要看大家的底子的 你用拷贝台 你考出来的线那么好 我摸底怎么摸呀对吧 哈哈哈 所以呢 即使你的线条画的歪歪扭扭 你都自己徒手去画 然后选择三个你最喜欢的去画 嗯 WIP的话 班级里面就是在 WIP的一个群文件里面 去找到那个18秒 找到18秒的文件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 然后挑三个最喜欢的上传在我们的我把这个打开看看 你看点击乡筒码去文件文件里面有这个18秒还有哎有这个87神仙卷啊去里面有还有宋代的小品白描 就因为我们开课还稍微有那么一段段时间 我给大家说的是给大家指导一轮作业哈 中不是中秋端午端午前 但是具体时间还没定定的的话我会在群里说 嗯 这个作业如果如果到时候点评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大家就可以念一念这个宋代的小品的白描 就是那种小幅的刚我们看到那种30左右的那种小幅的画 就是光是白描线稿的也可以稍微徒手去画一下 即使线条画的再歪也不要去考心 好先先不考心我要去摸个底 不要用千米打心直接徒手画徒手画念的就是胆子 哈哈把胆子先念大哈就不要微微索索啊啊不敢勾啊不敢画呀 就是先第一步把胆子给打开 好相册相册的话点击一个相册 你看有同学已经教了作业哈 有的有的有的画了一些些描 嗯 相册的话我到时候 公笔 不是公笔 是开决点你会教大家 但是现在的话如果你要上传作业也可以哈 就是创建相册 这里有个创建相册 你看我的话我可能会要创建一个素材图嘛 我就是大家的话这个是学号干网名哈 你的学号是多少网名是多少 我的这个我要打一个素材图 好确定 你看就见见见好了 哎怎么没有出不来 哦好像这个电脑有点问题 好像这个电脑有点问题 大致好就是这么创建的创建相册 然后这个名字就是大家的每个人的相册不一样哈 你的学号跟你的网名都跟人家不一样的 不要到时候就是传作业传到人家相册去了 给给人家做作业了啊 啊 见完相册的同学就直接上传就好了 这个我到时候就是挨个去相册给大家点评作业了 然后刚刚有说到非YP的哈 非YP的是可以发给客服宝宝 可以发给客服宝宝看 客服宝宝最早之前哈有演示 你到时候看路博也可以就是关注佑化的 佑化的公众号码有个人工客服 选三个描法 好要求要求的话 我先暂停一下 好要求啊要求是什么 第一个要俗圈纸 不是我们以前用到的生圈呀 半身熟啊之类的 只要俗圈纸哈 要俗圈 然后是听家的勾线笔 听家就是那个细细的 细细的勾线笔 开始那个画材介绍的时候 最细最小的那支笔 第三个是徒手勾线 也就是刚刚说的不要拷贝 大家拷贝出来的线条 我是看得到的哈 徒手和拷贝的线条是看得出来的 所以所以就不能 反正不管画的怎么样 因为是摩底嘛 摩底就不要怕嘛 你就是就画的好与不好的地方 都不要怕 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 如果你都画的没问题了 那你还来学干啥呀对吧 你都不用来学习了 我们来学习就是解决画面中的一些问题的 所以到时候凭作业哈 就是我该说的会说 该夸的会夸 有时候说直了 那大家就是 也也也稍微承受一下 但是我我肯定会夸大家了 就该夸夸就该说说 但是不要是那种不能不说的 因为我们来学习毕竟 虽然是以爱好 兴趣爱好为主 但是画面有些问题还是得解决哈 对 好的 已经喝了水了喝了水了喝了水了 喝了水了赏子好像好很多了 哈哈哈 这个是要求作业的要求以及作业 好 这个就是PPT已经讲完了 我就现在收集大家的问题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以及对公笔的一些问题啊 画材的问题啊 我就来解答一下 主要主要还是偏欣赏类哈 因为开课前压力还是不要太大 就多欣赏一些好看的画呀 历代的呀以及看一看 往期诗歌诗节的画呀 然后一个课程的安排 还有一个就是把那个画材哈 可以提前买了 因为刚好遇到一个周年庆嘛 本来是要那个开学典礼讲的 我就提前稍微在预热课讲了 画材画材画材不懂的也可以结个图哈 需要买什么 这个地方 宣纸 拷贝台 和画板 需要单独的去去自己去拍了 有什么书推荐 送贷小品呀 但是我没买 我当时嫌他有点贵 好像要200多吧 290几吧 画工笔需要什么样子的基础 画工笔的话 第一个哈 嗯 画过写衣 因为写衣我们天天跟线条打交道 你画画山水啊 画画画鸟啊 都是要勾线条 所以这个时候手就比较稳了 因为我们画工笔要勾线 手是要稳的 第二个就是可能之前 有学过采迁的呀 对颜色的色感呀比较好的呀 因为因为工笔他要上色嘛 所以这个也是第二点 就是对色彩色感好的 也是可以的 之前有学习过素描的 速写的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刚前面也有讲到 你像画人物啊 画人物他就可能要有那个素描的基础 五官呀 五官的转折呀 手的手的交代呀 什么之类的啊 都需要那个素描的基础 再到下面这些花鸟的话呢 就是需要一些速写的基础 速写我们就是快快速的描绘嘛 所以画到这个后面 刚刚讲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就说一般啊 一般那些画种小品呀 小的长卷的呀 就是也是累积了大量的一个写生的经验 写生就是拿着一支铅笔 拿着一支钢笔 或者拿着一支水性笔 就是画一些小的画画草草 就念线条嘛 也是念线条 需要多大的画板 上课的画板四开的就够了 但是有时候可能有同学会两张画同时进行 所以可以 大家可以背两块画板也行 因为有时候要等它干嘛 背两块画板的话 我的建议就是你可以背一块四开的 可以背一块二开的 但四开的话 课堂上的四开是够用的 就怕大家自己撕下 你到时候画更大的 或者或者二开的 可以二开是两个四开那么大哈 他可以表两幅画或者三幅画 你也可以买一块二开的 四开的就省略了 就都可以 你像你像那个买四开的话 你就是可以买两块小的嘛 买二开的话呢 你就大概一块 你可以同时表两幅画是可以的 OK的 推荐一下近代的工笔画家 这个不要着急哈 我上完每一阶段的课 我都会给大家推荐 古代的历代的一些好的作品 推荐一些近代的当代的一些画家的名字 以及他们的画 所以这个就是每一阶段 以前学了彩签也好 学了协议也好 学了协议也好 都知道每学完一阶段哈 都会给大家投石 哈哈大米包 水彩客用的画板 厚一点的会好一些 水彩客用的那个画板太薄了 因为我们到时候刷底色呀 他很多时候会跟水打交道 怕他翘起来 所以买厚一点的画板会好一些 对 厚一点的画板会好一点 太薄了的话 你到时候经常是被水给沁着的 怕他到时候翘翘了的话 万一那个纸裂开了呀之类的 就崩溃 好的 那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7月1号开学典礼再见哟 开学典礼我会把那个课上画的画 也展示出来 什么什么后了吗 诶是三个新号耶 公笔19号 你打的啥 没打出来呀 什么什么够厚了吗 是三个新号 显示不出来呀 对 实行的更不容易变形 是的 是的是 1.7厘米 1.7厘米 看一下 这么厚 够了呀 够了够了够了 够厚了 这个有录播吗 刚进来都不知道有课 有录播的有录播的 录播因为明天是优化的公修 可能录播会要到后天才出来 星期一公修马间新一天 画板 画板没有 优化暂时还没有画板 之前有 之前有的卖完了 哈 趁着现在 呃 某宝也是在618哈 你也可以提前就是优化 没有的材料 你也可以在某宝上面买了 趁着618 哈哈 然后又画也是有一个周年庆 也是从181920 214天也会有活动 就多多关注一下 我们的淘宝小冷手哈 就是淘货呀 发现宝藏啊 哈哈 小冷手要上线了 面团他爆了爆了工笔 三期的工笔 好的那我就是讲了前面讲了这么多 我就是后面就是要收大家的作业了哈 收大家的作业了 之前也休息了这么久 玩了这么久 又开始慢慢的进入状态了哈 慢慢进入状态 到时候等到那个端午休完假之后一上来就就快要开学典礼了 就更要进入状态了哈 好的不辛苦不辛苦 那我们就准备下课啦 好我把我把这个文件哈也也放到放到群里吧大家看需要买的画材什么的下载这个文件去去看一下好 嘿嘿嘿 早早早 好的那我就准备下课了呦 大家也早点休息吧 明天周一大家都要上班吧 就早点洗洗刷刷睡觉觉 好的那我就这里先下课了 拜拜 我们7月1号再见